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明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讲的是 1B5投资移民过程中,律师为你做些什么 我们前一段呢,讲了一些关于这个1B5投资移民的信息 过后呢,收到了不少反馈 那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感兴趣的 尤其是在美国的留学生 比如说有一些人在美国读高中,读本科,读硕士 那么现在还在上学或者刚刚毕业 面临接下来在美国的身份、签证和绿卡的问题 他们的父母、家人能够出资给他们办理投资移民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呢,这个新政下有一些利好的消息 1B5投资移民可以不用排期 可以直接提交S85 那么拿到绿卡可能还要几年以后 但是呢,你提交了S85以后 不需要别的签证身份 就可以合法待在美国 还可以用EAD工作 用EAD once per row旅行 不需要签证 所以这些都是利好的消息 可以解决当前的身份问题 那么你提交了S85以后 可能就可以在美国创业 自己开业或者工作发展事业都有更多的机会 大多数的投资移民呢 还是通过区域中心进行的 尤其是新政下呢 比如说有几种 其中大多数是要么投资在乡村 要么投资是在都市 但是所谓高失业率地区 当然也有投资基建的人比较少啊 那大多数要么是房地产 要么是乡村的一些项目 有一些申请人比较关注的呢 投资这个项目到底怎么样啊 你给我一个建议 你给我一个分析 我们可以给申请人一些区域中心的联系方式 像前面提到呢 我们律所和有的区域中心啊 有一些生意方面打交道啊的内容 但是没有其他的利益相关 但是有的在区域中心工作的人 我们认识了很多年 然后呢 彼此也更多了解啊 那我们可以向有意做出一比五申请的人 比如说提供这样的联系方式 然后呢 让他们更多的从区域中心那里得到更多的信息啊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项目本身呢 因为这个就像股票的分市一样 对吧 你说几年以后这个股票会怎么样 外人呢 可能也很难替你做出决定 那我们作为移民律师呢 主要是帮助申请人完成移民这些方面的步骤 下面我会具体的讲到 对于这些项目呢 那我可以提供区域中心的联系 以及关于区域中心是否符合美国移民局的规定 对于区域中心的分析 那么申请人可以从区域中心那里得到第一手的信息 另外呢 也有第三方的公司啊 他提供禁止调查啊 那你也可以考虑 但是我看到过的禁止调查报告 一般也只是说 我们做了这样的调查 那我们的建议是怎样怎样的 但是不作为影响你的投资意见啊 那你投资最终呢 还是要自己决定 另外个人呢 也可以联系区域中心的工作人员啊 也可以实地考察等等 那么律师为你做什么呢 那主要呢 有两点 第一呢 是资金来源 琐瑟犯的 合规方面问题 很多人说呢 这个我有这个钱啊 这个还是问题吗 那你需要解释这个钱的来源 我们知道呢 因为中国过去这个税法可能不够普及 或者是其他的实际原因 那有些人呢 他这个资金要么是经商所得 要么是投资所得 但是呢 他不见得有完善的书面证据 能够证明资金来源 比如说我房子出售或者抵押 得到了这个资金啊 但是怎么证明你当初买房的时候的资金来源呢 还是问题 还有呢 像前面提到 比如说子女在美国是主申请人 那么这个父母啊 家人要把钱赠予给子女 而且呢 这个钱需要能够转到子女在美国的账户 然后呢 用于投资 那这也是一样 那你要证明这个钱不是借款 不是其他人的资金 是属于投资人自己的 这些都是问题 实际上呢 在EB5申请中 很多申请遇到问题 被要求补充材料 甚至被拒 都是因为这个资金来源的问题 不能够太掉以轻心 不能说我有这个钱就没问题 那你需要证明这个钱的合法来源 这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在I526和I485的申请中 律师帮助你来准备 然后保证你符合移民局的要求 那比如说有的区域中心也可以帮助你来填个表格 但是这里面呢 对于有些申请人有一个利益冲突的问题 对吧 那区域中心有他自己的利益 申请人有自己的利益 他如果律师呢 作为第三方 申请人雇佣的专业人士 可以帮助申请人保护他自己的利益 比如说我们在网上的微信公众号 有一个叫一比五投资移民一点通 我觉得呢那里面还是有一些相当有用的信息 相比之下呢 另外有一个公众号 就不说就名字了 内容也就罢了 但是这个语气很差 经常就都贬低别人 甚至谩骂啊 标榜自己 我觉得这个态度不太好 那么在前面提到的这个比较好的公众号里头呢 他讲到就是比如说这个区域中心 项目方和投资人是什么关系呢 区域中心呢就更多像一个私募基金 他从投资人若干的投资人那里取得资金 然后呢选择一个项目来投资 但是如果你是通过基金呢 你主要的目的是回报 你也可以相当灵活的随时撤资 那如果是这种绿卡申请呢 主要的目的是取得绿卡 对吧 那这样的这个基金呢 他当然负的责任 他要考虑的问题 他的利益那也就不一致 对吧 那从这个基金的角度来说 他首要的呢 如果能够帮助你取得绿卡 这已经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那么剩下来的这个回报呢 那就是第二位的了 可能就没有那么好说 那有的人说呢 我研究一下他给提供的报表等等 那当然有帮助啊 那你可以识别就是说 哪一些区域中心啊项目 相对来说比较靠谱一些 那这里面呢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呢 你的绿卡申请顺利批准 那第二步的呢 才是说啊 这个投资啊多长时间能够返还 是吧 能够有多少收益 像这样 那么当然在现在移民局1比5新政下呢 对于投资移民有更多的监管 而且呢对于还款也有了更明确具体的规定 这个都是有利于投资人的 那么呃 像前面讲到呢 就是有的投资人 比如说他觉得啊 我这个交了526等等 但是呢 你这个485呢 你现在可以同时交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但是也有别的限制 比如说 如果你在美国的身份已经过期了 或者过去有违反移民法的问题 那么像这样也可能造成 你虽然526批准 但是485不批 也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呢 律师可以帮助你来分析 那你80万美元的投资款都花了 而且也花了几万美元的管理费 对吧 相比之下呢 律师不管是为你办理整个流程 还是给你提供咨询 这个费用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律师可以帮助你来解决绿卡办理过程中 这方面的问题 像我们此前已经讲到 因为现在呢 存在有其他一些类别 绿卡排期前进缓慢 然后H1B工作签证 抽签中签率比较低 等等这些问题 以及H1B5出现这个新政 可以不用排期 那么现在呢 有越来越多的人 对于投资移民感兴趣 因为还是有很多中国家庭 拿出80万投资款来 并没有特别的问题 而且这个是投资 并不是说投资了就没有了 对吧 过后呢 正常情况下 还是能够返还 以及有收益的 那每年通过投资移民 拿到美国绿卡的人 还是很多的 虽然过去确实存在 有相当的问题 但是呢 现在有了很大的改善 不能够恪舟求见 那么同时呢 其他类别的一些移民 包括亲属移民和职业移民 出现倒退啊 等等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呢 想办H1B5的人 比以前更多 那么如果你符合条件 当然也可以办H1B1C 但是有的人 可能有这个资金 但是并没有在中国 担任公司高管的经验 像这样呢 可能就不适合办H1B1C了 我们律所呢 也为一些人取得了 跨国公司经理的签证和移民申请的批准 那如果符合这样的条件 当然也好 那如果不符合 但是符合1B5的条件 那你可以考虑1B5 像前面讲到 有一些区域中心和我们呢 原来也有商业上的一些联系 不是association 是contact 有一些通讯 包括我们已经认识超过10年20年等等 像这样的华人 我们认为呢 个人等等这些区域中心 根据我们的了解 还是值得联系 了解更多信息 如果有关于1B5 投资移民 取得绿卡 解决身份问题 这方面的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感谢观看